盘点剧板将夜中没有阐述出的17个真相 上街 一夫子与浩天究竟谁更强呢 在浩天世界内 浩天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他能计算和安排所有 夫子无法做到提前预知和躲避 所以始终处于被动 但夫子修成了人类的极限 无举境 可以无视规则 超越规则 甚至反控规则用来战斗 而且夫子还掌握了另外一种众生产生的力量 人间之力 浩天忽悠人类 也需要人类的信仰之力 有了信仰之力 浩天才诞生了意识 并变得愈加强大 而夫子也成为了万民的另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是和敬畏浩天相对的无畏 夫子将自身的力量融入到人间 成为了人间 浩天便再也无法锁定他的位置 而夫子却可以源源不断地抽取人间之力 为己所用 我就是人间 我的力量就是人间之力 浩天想要在人间干掉他 就必须摧毁这个世界 就得与夫子同归于尽 所以浩天想要的是 找到夫子邀他上天一战 而非在人间战斗 夫子想要的是留住浩天的人间体 天女 让他不能回归于天 以此削弱浩天 所以在天上浩天强 在人间 夫子强 二夫子已经无视规则了 为什么还是选择了登天画院 其实 夫子并不是因为被浩天发现踪迹 才被迫登天一战的 人间是夫子的主场 他超越了规则 同时可以源源不断地抽取人间之力战斗 作为浩天分身的天女 根本不是夫子的对手 夫子之所以升天 是因为他在人间实在呆腻了 夫子活了一千多年 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都经历过了 而且夫子在人间全无敌 生命中已经没了挑战 所以他也一直想要突破束缚到浩天世界之外 去看一看 三西陵神殿和只手冠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只手冠的开创者 是数万年前人类的最强者 赌徒 是他创立了道门 让人们去信仰浩天 从而代表人类唤醒了浩天 作为人类的守护神 他创立的只手冠 是修行界的四大不可知之地之一 是道门的象征 而供奉浩天的西陵神殿 则是道门在世俗的代言人 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机构 四七卷天书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天书有日 落 杀 道 天 开 明七卷 这七卷天书的名字 源于李白所作的诗 《东鲁门泛舟二手》里面这句 日落杀明天道开 这句诗在江夜中是重新开天的意思 每卷天书的功能都不同 日字卷 记载浩天世界的修行者 落字卷 记录浩天世界的历史 杀字卷 收录浩天世界的功法 道字卷 预言浩天世界的未来 天字卷 控制浩天世界的规则 开字卷 开启浩天世界的通道 名字卷 揭示浩天世界的真相 天书共有两大秘密 手动打开七卷天书 可以取代浩天 而参悟七卷天书 则可以修成无举 五夫子为什么没能阻止 柯浩然占天 当初柯浩然先灭魔宗 后败到门 并接连破镜 以强大到举世无敌 他可以挑战的目标 只剩下浩天了 这个时候 他与夫子一样 萌生了对这个世界的质疑 或许是无敌的寂寞 或许是想为爱殉情 或许他就是想一死了之 或许是为了给师兄探一探路 他最终决定去和浩天战上一场 夫子听闻后是极力反对的 但柯浩然却说不打一场 怎么知道能不能打赢呢 师兄 这种事情当然要打了再说 夫子自知 战斗经验不如柯浩然丰富 但境界却高他一筹 自己对战胜浩天都没有信心 柯浩然定然是没机会打赢浩天的 而两人联合对抗浩天的胜算才更大 但柯浩然性子骄傲 脾气又巨差 往日都是喝天骂地的做派 因为一碗牛肉面就能和夫子对骂三天 夫子根本无法约束他 果然柯浩然并未听劝 最终选择了拔剑问天 遭天猪而死